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台湾中医医学发展成熟 受到国际的肯定 第84届国医节庆祝大会 即中医药成国阵 以及第六届台北国际中医药学术论坛 正式在台北召开 副总统吴敦益先生 特别力临参与中医届盛会 我相信这个圣会 一定能够把数千年来 在中华文化历史上 做出重大贡献 这样的专业医药的学术 不但传承 创新 而且还要全球 首先给予最高的祝福 今天非常高兴 在三一期国医节的前夕 我们大家聚集一堂 来庆祝八十四届的国医节 为民大家一起来倒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这次集结了中国大陆 香港 日本 韩国 美国 加拿大 巴西 奥地利 新加坡 中国等13个国家 六十余位专家学者 到场发表最新临床研究成果 对所有客人和学者 从台湾和外出 台北 中国大陆 美国大陆 是台湾的 美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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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分钟的时间里面 我用中英文对照的方式 来让我们从 远从入本 韩国 外国来的学者 能够对我的演讲 有所论事 病理专家 阿克曼 他写每一个疾病的时候 都是从历史开始 把这个疾病的历史稿清楚了 这个疾病的诊断 治疗 所有的都清楚了 那我们就利用这样子的节日 来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 那因为办得越来越盛大 所以已经变成海内外 最盛大的中医药的一个学术论台 那我们也希望说 藉由庆祝这个 中医师自己的节日之外 我们一起来这个邀请 海内外的这些一流的学者专家 一起来提升 这个中医药的学术水平 那我想这样可以给全国的民众 最好的这个健康的招呼 未来我们跟中医药师 跟国家中医院的所 会密切来合作 我跟代事长报告过了 我希望在他们的引导之下 他们是这个中医界的两个 引航者 强而有力的这个引擎 未来我希望建构一个 双核心三引擎的一个 超级动力的一个 来发展中医中医药 我想未来还请高代事长 来帮忙中医药 谢谢 在国际中医师聚集的时刻 同时也举办中医药成果展示 汇集台湾最精华的研究专题 展现台湾中医的定监水准 我们今年的这个成果展部分 我们有一个主题 叫千年的传承 实证的中医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 几千年来这样经验累积的这样的传承的这个中医学 能够用现代执政的证据来证实对民众的健康更有帮助 来证实它对医疗费用会有节省的效果 特别是针对健保这几年做的几个专案计划 那这几个专案计划包括脑中风 包括癌症的化放疗 包括颅脑损伤的头部外伤里面 在住院期间可以汇诊中医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早期如果能够让中医来介入 这个脑中风的患者呢 他后续的二次中风 癫症症等等的病化症会减少 希望在座的朋友 再进一步借由我们今天的这个成果发表会 跟记者会上面 多多的来认识我们中医 那这几年中西医的结合 已经渐渐的是一个期视 那很多病人 他们现在都会到大医院里面做检查 把健康状态很明确了以后 再来找中医师调理身体 所以这个也是时代在转变 中医也慢慢的把传统的诊断方式 一直在改变的一个方向 在举行国际论坛的一楼 中医师公会特别举办中医嘉年华 举行议诊中幼才的认识 中医养生工讲座 让民众与中医师同乐 这是我们这一次的创举 那这个是全国的精英都汇聚在这边 可是我想说庆祝国医节 怎么不能只有中医界里面自己庆祝 我们要普天同庆 然后我们跟市民同胞一起来互动 对市民有一些所谓的中医养生保健的健康讲座 那另外我们有请一些这些所谓的 中医的一些气功操啦 等等的 那当然是希望全国的同胞 跟我一起过一个快乐的国医节 那我们最近台北市中医师公会我们推广那个中医学位护眼钞 我们就把它推广到国小的小朋友那边去 那大家都知道台湾的这个近视率真的是很高啦 我们没有把中医几千年的这个智慧放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那我想从小朋友的势力来救起 这个是最正确而且是最需要全力去投注的地方 中医千年的历史全程至今 亦在国际发广法热 台湾更肩负起推广着世界全球化的使命 现在很多国家很多地区那么在现代医学 有时候治疗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到了一个瓶颈 没有办法突破 所以他们会有替代医学或者传统的医学来处理 中医在台湾试吃的成果是相当好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健保的经验也好 中医的来处置的经验也好 那它是一个很成功的经验 我觉得它是可以推到其他世界各地区的 台湾中医已跳出传统医学的框架 结合现代科技以及专业医疗技术 从根本着手调理国人的身体健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